台风轩兰诺海景京城发布北部防豪雨沿海浪高可达6公尺 中央气象局表示 台风轩兰诺2日凌晨2时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1.3度 东京125.6度 以每小时9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 预估将从台湾东方海面通过 23日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 暴风半径可能约300公里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湾沿海地区5日可能有9至11级强阵风 甚至会有6公尺浪高 北部东北部硬防豪雨 因应台风来袭 台北市2日上午10时河滨停车场启动管制措施 指出不进 同时 河滨疏散门周边区域8公尺以上道路路边红黄线开放停车 区域内路边停车也暂停收费 基本工资调涨4.56% 月薪最低26400元时薪176元 劳动部1日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会后拍板明年1月1日期 每月基本工资从新台币25250元调高到新台币26400元 调幅为4.56% 时薪部分比照月薪调幅 每小时基本工资从168元调高到176元 这是总统蔡英文从2016年开始执政以来 基本工资连续第7年调涨 劳动部预估 受惠劳工约232.67万人 劳资方和政府分别会增加约14亿254亿及15亿的劳工保险等成本 劳动部长许明春允诺劳固双方 政府将比照去年做法 对疫情受创严重的产业提供配套措施 单日新增病例增25% 有症状长者未打疫苗幼儿物参加中秋聚会 国内1日新增33875例COVID-19本土个案 较上周同期相比增加6908人 增幅达25.6% 确诊个案新增中重症154例 其中36人死亡 本土Omicron BA 0.5疫情升温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醒 当出现喉咙痛流鼻水鼻塞咳嗽等症状 建议接受快筛检测 也许不会立刻转阳性 隔一天或半天后可再筛一次确认 中秋假期将至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说 目前北部本土疫情上升增幅高于其他县市 有症状者误参加聚会 为打疫苗掌的民众与幼儿也不建议参加烤肉等活动 无人机坪侵扰金门金防部市井驱离无效后首度击落 中共近期坪以民用无人机近距离侵扰金马等防区 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表示 9月1日中午时23分 发现一架不明民用空拍机进入湿雨境限制水域上空 驻军医程序市井驱离无效后进行防卫射击 将无人机击落 这是8月初以来首次有一次来自中国的无人遭国军击落 金门县政府与立委陈玉珍都反制无人机的作为都表示支持 中国官方发言人则声称台湾当局渲染紧张 企图炒作升高两岸对立 行政院陆委会表示 中共解放军无人机应非单纯民用航空器用途 对于中共以无人机侵扰作为 国防部会事实采取必要且强力反制作为 联合国发布新疆报告指中国恐犯违反人道最中方全面封锁消息 联合国一份有关中国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报告 在原因不明情况下拖延数月未公布 直到8月31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来离任前夕才发布 报告指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待遇可能构成国际罪行 尤其是违反人道罪 虽然维吾尔人与人权团体指振历历 中国始终否认新疆少数民族受到不当待遇 联合国的报告发布后 中国当局在国内全面封锁相关消息 就连陆媒转发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反批新疆报告的声明 也全被下架 中国专段英国首相热门人选特拉斯尼联合盟友对抗 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结果将于5日公布 当选者可接替强生 成为下一任首相 两位候选人当中已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较被看好 泰晤士报近日引述特拉斯阵营人士说法报道 一旦当选首相 特拉斯拟将中国的威胁等级由体制竞争者调生至与俄罗斯相同的迫切威胁 特拉斯8月31日表示 若当选首相 他的优先任务是联合美国等盟友一同对抗日益专断强势的中国 他说英国硬避免对中俄等威权国家形成战略层次的依赖 俄罗斯停供天然气六成法国民众准备节电 俄乌战争在2月爆发后 俄罗斯为报复制裁 开始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8月30日晚间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宣布从9月1日起完全暂停向法国能源供应商NG运送天然气 让法国供电吃紧情况雪上加霜 法国总统马克宏2日将召开国防会议 首次针对冬季供电可能性做沙盘推演 危机当前 近六成法国民众表示已准备节电 避免年底能源匮乏 曹星成宣布恢复中华民国国籍秀身份证是一资助两计划抵抗侵略 联电前董事长曹星成在11年前入籍新加坡之后 宣布重新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要与台湾同胞一起对抗中共侵略 他表示 如今他只有中华民国国籍 没有任何护照 回来台湾 会死在台湾 绝对不会活着看到台湾变成另一个香港 曹星成先前宣布捐出新台币30亿元强化国防 他指出 要以10亿元推动黑熊勇士及宝箱神社两个计划 希望在三年内训练出300万名协助区域防卫的民间勇士 可以和国军战士配合 并训练出30万名以上民间的神社手 针对曹星成捐10亿资助两计划加强台湾防卫 行政院表示将由相关部会评估做法的可行性 美国知名记者深入台湾间民众心声无惧中国文攻武嚇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八月初旋风访台后 中国连续多日在台湾周边海域大规模军演 台湾也展开实弹演习 模拟防御中国入侵 台海局势升温 引发外媒关注 美国广播公司派著名传奇主播记者伍德拉夫深入台湾各地 调查台湾民众对中国文攻武嚇的反应 报道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现对台决心之际 台湾对独立的渴望愈加强烈 尤其是年轻一辈 尽管台海紧张局势加剧 台湾许多居民表示 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不害怕与中国发生战争 永丰银行劝诱客户借钱投资 尽管会重罚1800万总经理暂停值 尽管会接获检举 追查发现永丰银行不当劝诱客户借钱投资 且房贷业务不当搭受房贷受险 例如要客户买房贷受险才可申请房贷等 针对永丰银行七大缺失 尽管会一日开发永丰银行新台币1800万元总经理庄民伏遭停值三个月 业务方面 尽管会停止永丰银行新乘坐客户委托投资海外债券及自行贷款的房贷受险业务各六个月停止代理销售人身保险商品新契约一个月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